有没有特别问题? 我们很快做一个demo lecture 这个其实是level 2 因为level 1 很多是definitional 我就不想重复讲回level 1 的东西 我做这个就是level 2 其中一个最近比较盛行的 product derivatives 你看到很多不同地方都有 譬如你就算走过银行门口 他做过什么叫做股票挂钩 外币挂钩那些存款都是其中一类型 不过就简单一点 其中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去price 这类型的东西就是用level 2 做这个 第一我先问你 你们有没有自己买股票的? 真的有投资的? 正在交学费的 有时我也不想这么试困 不过我就 虽然我读了很多书 但我不是真的学者 我不管 总之我赚到钱就算了 玩这些 你也是想赚钱 要么就拿来给家用 要么就有个满足感 让自己觉得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我比你叻 很多人都是做这些 这些是普通的investment 如果我问你 我有什么好介绍? 这些是你的investment的选择 你想知道明年 它一升了一跌 有什么办法找到? 如果是bonds 其实bonds是比较简单的 你收到的现金利息 本金 你知道了什么时候 多少钱 如果我要分析bonds的价值 我只知道需要市的利息 还有发债券的人的风险就可以搞定 所以都不是太差的 都可以做得到 股票是怎样? 开始困难了 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时候看回那些股票分析 比如去年 如果你们有YHSBC 去年是前年 它集资的时候 它说二十多元公股 四十多元市价的时候 你看回报告都很不同 有一家 iBank 它说 汇丰是不行的 明年也是四十多元 你不要买 另一家股票行 就说明年 HSB是140元的 没有理由 两家行 和一家公司 HSB是没有理由 那么大分别 这就是股票的时候 有很多认识 有一家当做得好 这就比较难 估计将来的价值 但是也有一个普通的 你也有一个Growth Rate 凭你自己计算 觉得对不对 都不是太差 Future is forward 譬如你买牛肉 油 都可以计算到 唯一这个最大分别就是 你的supply demand 不肯定 突然间 可能油管爆了 突然间价钱上升 但是有个普通都可以计算到 FX都OK 主要就是你不同国家 我计算是Trading Balance 不同的Policy 这些东西 最后一个 这个就是这几年最盛行 AI最多人玩这些 就是Options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Options 就是结婚前结婚后 结婚前 这个就是我的经验 结婚前 我问我女朋友 想哪里吃饭 我问你选择 我有个选择权的 结婚之后又没有 没有了 这个就是Options 特别的地方 你结婚前 我还要选择 可以去哪里吃饭 之后没有的 那跟其他那些有个分别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会选择 有时候我选择 今天是日本菜 我不选择 他说不如你煮给我吃 所以我通常就会 比较难知道去哪里吃 现在通常 你看看有三个方式 去Price option 这个就是算式 你很多时候都会听 例如Black Shows 一个算式给你 很简单 扔下来 就继续出来 简单 第一不是那么好用 第二个就是 我们会说的 Torbit Binomial Tree 它真的砌出来 让你自己砌 砌成继续砌出来 这个就是Level 2会问的 亦都很多人真正上班 会用这个去做 我当然会讲解解 第三就是Monte Carlo 真正找价很快的电脑 做Simulation 几千至几万次 算平均是什么 就算出来 对比之下 第二个方式是最快最容易做到的 我待会看看为什么 那些人做完这个之后 就发现 其实这个Binomial Tree 这个方式 有两个好处用到的 现在最常见就是 第一 Price option 譬如你做股票挂钩 简单 一个option 在内面 他用你做这个 很快而已 可能0.0001秒 就算了个数 但是去到Exotic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方式计算的 另外一个比较新一点 就是他们后来发现了 譬如你很多 前两年 很多公司爆煲的时候 那些人说买 那些人跌 那我可以买个credit default swap 买它跌的时候 我会赚钱的 但是这些是找人买的 对不对 那Ibank就会卖这些insurance 那他就用这个方式计算 它爆煲的机会 同一个损失 同样东西做 就是它反过来计算 它爆煲的机会 用回价钱去计算 好 等会你去吃饭 你现在坐在这里 等会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 出街吃 要么就是回家吃 两个选择而已 出街吃 你会花50元 回家吃10元 如果你全日的选择 都是只有这个 不是只有两个选择而已 其实不是难计算的 对不对 就是我应该责用多少钱 比如我一半一半机会 那我就一半50元 一半10元 对不对 那你用options的时候 都一样 你可以当公司股价 今天是这样 要么升 要么跌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计算到它升跌的机会 就是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你可以伸展它 你会觉得 不是吧 这么简单 两个选择 但如果你看回 我将这个缩短到 几千万分之一秒做一次的选择的时候 它跟真人发生很相似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pricing model 这个就是其中一步 如果我说你走出门楼前 会做这个选择五千万次的 会跟你真正发生的决定很准的 所以就是这个model好的地方 这个我们就不会详细讲的了 但是考试的时候 它就会拿这个model 当这间公司今天在这里存在 没有爆煲 明天爆煲 不爆煲 那就extend the tree 计算回头 它爆煲的机会有多少 那你price 你去买件梳的时候 它收你多少钱 那这个就是level two 其中一个syllabus 那为什么这个那么好呢 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用正华有三个方式计算 如果我用算式计算 可以很快的 但是中间 你要每次电脑计 都会计算得很久 那如果我要extend 那么多次计算 就会计算很久很久 如果用the tree的计算法 这个是很简单的计算法 可以不停地重复做很多次 可以做得很快 还有中间每一步都可以改东西 我可以突然间说 我今天是星期六 我想去吃鱼翅 不吃日本菜了 我可以在星期六 就转换第二个价钱 如果我吃鱼翅的话 所以用就很多人用 亦都会学了之后 你可能比外面更多人更新 比外面做的人更新 这就是其中一个level two 会做的 topic 详细我就不再讲了 有没有特别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